- 哎呦呼吸了- 哎呦呼吸了- 我做不到 - 看了一天书- 脖子都僵了- 学医真辛苦啊- 不过啊- 当医生的成就感- 也是做其他事情理不了的- 保持啊- 这叫什么呢- 这可能就叫做- 痛- 病快乐症- 往左转一点- 对对对- 听着角度啊- 右手的向上- 站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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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干嘛亲我- 你不是累吗- 帮你充个电啊- 那亲一口哪够呀- 那- 今天晚上- 去我家- 那你晚上- 可得在西灯前把我送回去- 上次住你家- 丽娜和刘丹他们俩都笑话我好几天- 他们那是羡慕嫉妒恨- 走吧-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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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 -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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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不到- 你看清楚- 他不是孙阿西- 你们得救他- 快点- 你再不就就来不及了- 对- 对 我们赶紧把他送进医院吧 好 走啊 差一点 那个小女孩就 好了 小姑娘不是已经没事了吗 谢谢你 小门 傻瓜 是你救了他呀 要不是你的话 我可能会再次铸成大错 暗公子 你战胜了孙安心 从今天开始 他真正的从这里走了出去 他自由了 你也能放下心结了不是吗 如果没有你 我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走出来 你还跟我客气什么呀 你帮了我那么多次 我能为你做的 如果有你帮我的十分之一 我就偷笑了 傻丫头 该偷笑的人 是我才对 我就说不溜弯了吧 你非要溜弯 现在好了 我心情又不好了 你第五题选的什么呀 A A吗 我又错了 我又错了 那你第十三题呢 可能是C吧 不是吧 我看看 是啊 完了完了 我觉得我这次就算是不挂课也属于钢卡及格 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我们每天都吃一样的饭呢 再有半个月你就要走了 我可怎么办呀 没有你怎么办呀 我要是考试不及格怎么办呀 我毕不了也怎么办呀 你放心吧 我会远程教学的 你是学霸的女朋友 如果你连毕业考试都应付不了的话 那我应该找块豆腐把自己给撞死 那不行啊 我可舍不得你 其实并没有那么难 你看书看多了 自然就说能生巧了 理论是一回事 实践是另外一回事 说不定等你毕业之后 参加工作 比我做得还好 我干嘛要比你好呢 我能跟你在一个科室上班 我就心满意足了 下面这台手术 由我们医院的 镇院之宝左岸医生 和他的助理工小满医生负责 你们要很期待 听起来 是不是很期待 这话说的 挺让人向往的 小满 其实医生这个职业 是很辛苦的 我不怕 左岸 你有事吗 对 想找你聊聊 我们之前不是都说清楚了吗 没什么可说的 我是想找你聊一下交换生的事 那 你们两个谈 我在图书馆等你 你不用走 你不用走 反正也没什么好瞒你的 昨晚本来是要半个月后一起去美国的 但是我爸爸需要我们提前十天过去 这样可以赶上伯克利大学生物学和医学跨界研讨大会 世界级很多的顶尖专家都会参加的 爸爸给周阿姨也打了电话 他也是这个意思 我妈没跟我说过 阿姨本来是要告诉你的 但是我说了我们这两天考试正忙 反正我天天也会见到你 我就自作主张亲自过来跟你说了 你不会怪我吧 提前十天 那也就是下周一 对 机票已经订好了 而且呀 爸爸在学校附近 跟我们租了一间两居室 可以方便我们上课 房间很干净 我看到的照片很喜欢 晚一点我发给你 哦 还有 因为房间是空的 所以我在网上订了两套被褥 还有一些生活起居用品 你有没有想想你还需要些什么 这样我可以在网上订了 然后一起发过去 你不用说了 我都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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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不开心了 示威 他这就是赤裸裸的示威 挑衅 看出来了 我又不是傻 他就是不死心 想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好像还真是 你干嘛这么冷静 你是不是心里还挺得意的 要说没有 还真有点自欺欺人呢 你 我让你得意 好好好 姑娘 我不得意了 我不得意了